大家好,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未来人,很火,声称来自2485年的一家科技公司 他接连放出了一系列的预言,有很多都是精确到日期 但是可能是和我的时间线没有对接上 在我听说他的时候,他的一些预言就已经过期了 不过我们还是快速的围观一下 我看了一下,他也是来自TikTok 那为什么要说也呢? 因为去年那个穿越在无人世界的西班牙人哈维尔同样是来自TikTok 而这个穿越者要比哈维尔还要早上将近半年的时间 他的第一条视频就是在2020年的8月30号发出的 没有露脸,也没有声音,只有背景音乐和文字 这也是他所有视频的风格 那他发的第一条视频就说 他会在TikTok上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穿越者 如果这个视频火了,他就会开始揭示每一年发生的事情 他的第一条视频就表明了来意 他就是来证明自己是穿越者的 还表示如果关注的人多了,他就会向人们剧透未来 那么网友对这种说胡话的人自然不会惯着 可能是没有什么人理会 紧接着呢就在当天他就发了另一条视频 说很多人不相信他是时间穿越者 他会证明自己 记住在2020年9月24日会有大事发生 让这个视频火 他就会说出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另外他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分享给所有人 你有没有发现他的两条视频都在强调要火起来 我只能想到有两个可能性 可能性极大的呢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想火的营销号 可能性极小的是他真的想拯救世界 但是呢他居然敢直接预言二十几天之后的事情 也是让人没想到 这要是说中了还好 要是说不中这个账号不就直接凉了吗 而现在呢这个账号已经有130多万的粉丝 难道那一天真的发生了什么大事吗 我找到了他9月24号那天发的视频 他说就是今天了 在晚上11点左右 空中会出现一颗巨大的红色星星 它不会撞到地球 它会继续飞行 这颗星几乎有地球的一半大 你很难错过它 原来他说的这个大事件呢是一个天文事件 其实这段话他的表述很模糊啊 他说这颗星星不会撞击地球 那就说明应该离地球很近 有撞击的风险 但是呢他又是几乎地球的一半大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懂天文 还是表述有误 地球的一半大是一个什么概念啊 如果说的是直径的话 那么这个天体呢就是月球的两倍大 如果他说的是体积的话 那么就是把大约25个月球团成一团那么大 那这么大的天体别说是略过地球 就是单纯的进入太阳系 都会成为整个世纪的天文器官 那么尽管如此呢我还是去查了一下 2020年9月24号当天的天文事件 还真的看到了一条新闻啊 说NASA根据最新的数据 把一颗名为2020SW的陨石加入到近地天体名单里 这个天体将于美东时间9月24号11点18分 以低于气象卫星的高度经过地球上空 那么看起来还挺接近那个预言的 但是你要知道这只是一颗陨石 而且呢直径只有4米多到9米多之间 这个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 而且呢这绝对算不上是什么大事件 可以说他的这第一个预言就凉凉了 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关注他呢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人还挺会搞科幻的 在他的视频里讲了他的来历 他说他是来自2485年一家科技公司的员工 第一台时间机器就是他们公司研发出来的 他可以凭借记忆来告知我们这个年代的一些事件 另一方面呢就是他的预言总是看上去很有把握的样子 而且经常是过不了多久就能验证 比如关于2022年的预言就好几个 他说2022年5月22日 巨大的海啸将袭击美国西海岸 2022年5月25日 外星人开始出现在地球上 人类把他们赶走了 2022年7月4号 位于美国的一座火山将喷发 火山灰会覆盖90%的美国 另外在2022年的俄罗斯东南部森林 也将出现一种新的物种等等 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些预言的日期很具体 网友们才愿意等 等他说对一次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穿越者 方出的预言有不少 但是说中的好像一个都没有 比如他曾说过川普会胜选 他说霞盗飞车6会在21年推出 还有很多个日期将会发生大事 结果呢什么都没有发生 所以那些善良的网友可能就是在等他说对一次 那咱们这里就不等了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另一个穿越者 他是来自推特 这个人呢就厉害了 他的预言准确率是权重 而且已经让我开始相信 他可能真的来自未来 这个人就是推特上的国分林 我们还是先排除一下用技术手段制造假预言的可能性 就是推特发文是不可以修改的 官方给出的回复是若你想要编辑修改推文就只能删除重发 所以那些怀疑他是提前发出内容 然后等事情发生之后再修改的人可以换个思路去怀疑 在2019年12月15号这一天 国分林连续发了7条内容 除了一条自我介绍之外 其他的全部都是预言 他的第一条推文就说 东京奥运会日本共有27枚金牌 这个已经被验证了是事实 在去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上 日本以27枚金牌位列金牌榜的第三位 这也是日本史上获得金牌最多的一次 然后第二条 他说独卖巨人队将获得联赛冠军 这个事情也发生了 虽然独卖巨人队是日本棒球联赛的老牌禁旅 但是之前巨人队已经4年没有拿到过冠军 直到19年才刚刚拿到过一次 然后20年真的就如他所言又拿到了冠军 紧接着第三条 日经指数将在2020年3月暴跌 相信的人会得救 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 受疫情的影响 全世界的股市全部跳水 然后我们把接下来的两条放在一起说 他说安倍首相将在2020年9月辞职 继任者是内阁成员菅义伟 结果在2020年9月16日 在任近8年的安倍晋三 正式卸任内阁总理大臣一职 由菅义伟接任 然后下一个他说顺便说一下 川崎前锋将在2020年赢得J1 感觉它又发生了 这个确实又发生了 J1就是我们常说的日本足球这连赛 2020年川崎前锋队已领先 第二名18分的成绩获得了联赛冠军 其实这个还是不太好预测的 因为在前一年川崎前锋队的成绩是联赛第4名 所以对于这几个预言你是怎么看的呢 现在我们来说说国尊灵的那条自我介绍 他说他是东京一所国立大学工程学院的研究生 专业是建筑来自2058年 是在朋友的帮助下使用的时空传送装置 在这条内容之下呢 他又补充说 他将这些内容发布到推特上 是想记录一下他从2058穿越到2019的痕迹 他暂时打算在2020年的9月29日离开 那以上这些呢 就是国分灵来到推特的第一天发出的所有内容了 这几个预言单独拿出来的话 可能都有很大的概率命中 但是把它们集合在一起应验 光靠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前面我也说了推特的内容是不能修改的 那么如果这些内容真的是没有被修改过的 那么被他说中的这些事情 我目前还看不出哪里有问题 但是你要是说40多年以后 人类就已经搞出了时光机 我也是不太敢相信的 毕竟现在的人类和时光机之间的联系 就只有一个相对论而已 所以呢 这就让人很矛盾啊 那国分灵后面的推文节奏很不稳定 有时候会隔一个月 有时候会隔好几个月 但在这个期间里 他还是有一个预言是关于奥运会的 当时应该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推迟举办了 然后国分灵在20年4月的时候发推说 奥运会将在2021年7月23日如期举行 现在很难但不用担心 之后便又消失了几个月 再次出现了已经是8月底 距离他离开的9月29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他说他就要回去了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但是一个月后明显是出了什么意外 他发文说该死回不去了 这很危险 然后就又消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再次出现就是2021年的8月9号 这一次他说最后的机会是在2021年的9月28号 这个就要比原计划推迟了一年 再然后他就进入了开始回答问题的模式 因为网友们涌入进来了 网友们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 在这个过程里 他也是讲出了他为什么回来的原因 他说他是时光机开发组的成员 回到2019年是来送资金的 在2058年 他们筹集到了3500亿日元的贷款 他被选中回到2019年 当时的他还没有出生 他是出生在2033年 这次他是要用他父亲的账户 买1400个以太币 再把密码买在他父亲家的院子里 然后在2058年的时候挖出来 这个我属实是有点没看懂 他是回到2019年给未来送钱的吗 在这个过程里 他还回答了网友的许多问题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有人问 新冠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 他的回答是结束的消息将在2024年9月宣布 这个事情倒是可以期待一下 另外他说在2058年 中国已经以微弱的优势领先美国 成为全球GDP最高的国家 然后更多的问题呢 就是关于2058年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他在回答问题的这个过程中 还是引起了我的怀疑 我以为他的画风还会和刚出场的时候一样 接连放出近期将发生的事情 但是呢并没有 基本上都是在聊2058年怎么怎么样 而且我翻找了他推文下面的留言 没有找到一个2021年8月之前的 也就是说他的那些精准预言 在发出的一年多之内 居然没有一个人和他互动 所有的留言呢 全部来自2021年8月之后 另外再加上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他会把出生之前事情记得那么清楚 所以这里的这些问题究竟出在哪呢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 解释通讯了 我们再一起去了解 那个40多年后的世界 好的今天就先这样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